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听到Michael Jackson过世的消息 感觉又回来了 同样是这么年轻 同样这么有才华 那么同样的都是所谓的天王superstar 但是如今呢我们看到天王一个一个的陨落 都是因为毒害了他吗 我们在待会的下个小时我们会讨论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 那么在之前呢曾经这个舆论媒体圈 都引发了一阵讨论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曾经为大家关注的 就是旺旺集团的总裁蔡衍明 蔡总裁 他在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 因为一番六四言论引发了批评 结果后来呢 引起了一些学者们他们非常不同的意见 那么甚至呢在自由时报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啊 他们也刊登了一些文章 我们在上周有做讨论 学者的部分呢 当然就有一些呢 就发起了所谓的抵制 抵制什么呢 抵制投书忠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时报也颇不以为然 那么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的要来看一下 在今天中国时报当中呢 刊登了一篇文章 谁写的是律师陈长文 那么他同样也是法学教授 那么陈长文律师 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特别谈到了一个重点 那么就是 如果你对任何蔡衍明有不同的意见 你不应该那么针对这个中国时报 而且还发起所谓的抵制投书忠实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们再待会儿要来细看他的内容文章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几位加入讨论的来宾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朝鑫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郑诗诚 代表官 刘一宏 大家好 还有这个庄启明教授 大家好 好 我想今天一开始啊 我们先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刊登在中国时报的这一篇文章 由陈长文律师所撰笔 他们他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啊 他写到了一个重点 其实呢 当然就说 这个部分的人士将这个蔡先生 就指的蔡衍明先生哈 他的言论来作为抵制中国时报的理由 甚至是用麦卡锡市的猎屋 要求投书忠实论坛的评论者 参与这样的抵制啊 表态啊 这不也是另一种反自由精神的负面教材吗 那么陈长文律师他特别谈到了 因为他长期也投书于这个中国时报啊 写很多文章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面 那么他说呢 长期以来他投书中国时报 不管笔者的投书内容为何 报方从没有对笔者有任何的干涉 这一点公道呢 必须要还给忠实 蔡先生虽然有他个人意识形态 但他并没有用他的意识形态 审查投书者的文章啊 这是一个重点 而且呢 他说台湾没有一家媒体没有自己的立场的 但只要报道内容符合真实 那么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面 经过各种不同立场 媒体所报道的内容 越听众还是可综合出自己的认知与判断 这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 好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天堂不撤手 应该批判猎屋就不必了 好我想今天看到这篇文章 我想一开始先请师承您来谈一下 就是说由陈长文先生写的这篇文章 因为他自己也有感而发 他长期的也投书在中国时报 所以由他来写的话 也应该颇具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跟代表性吧 对啊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媒体 他的言论市场是自由的 你就不能指控他说是去操控什么言论市场 我请问一下各位来宾 今天有被安排说你一定要讲什么话请举手 有没有安排说你们不能讲什么话请举手 没有 我在这边上了好几年也没有叫我说 诶 周某某你不可以讲这个话 你不可以批评什么蔡董 或是你不可以批评中国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的指控 我觉得刚刚陈长文这个理事长律师 他讲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叫立场 你是有立场的 没有错 但是立场不能偏离什么真实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玉琳我要讲 有些媒体有些报纸 就是他的东西是有立场 可是他距离真实非常非常遥远 比如说什么线什么专案 什么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要说你的立场当然可以 因为包括玉琳对美国媒体非常了解 包括他们的一些大媒体 都会表达自己的立场 有时选前 可是立场就是你批判的时候 就以事实当作出发点来批判 比如说批判你这个人或这个政府 但如果你偏离这个事实 我觉得就有问题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说有时候你去批判他 然后抓出一个不是真的东西出来 然后你出发点已经有问题了 你批判的东西怎么会值得相信呢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 因为我有立场 所以你的东西就有问题 不是 从立场去看事实 事实是最重要的 是 庄老师谈一下你的意见 尤其你在今天看到 陈长宏先生写的这篇文章 您的观感呢 我观感大部分我赞成 但是有一句话我是反对 他说这个要求投书中史论坛的评论者 参与这样的抵制或是拒绝 投书表示遗案 他说这不也是另外一种 反自由精神的负面教材 这句话我是不赞成的 其实自由精神就是你都可以讲 讲了又让大家来思考 到底这个动作 这个运动要不要做 该不该做 那其实我一再讲到立场 跟这个 之前我跟思辰看法一样 跟他做的事情是两件事情 我在丹江大学的时候 经常上 带很多人上街头 我被警察抬过 那也被送上了警车 那后来 有没有人那时候发动说 不要去读我们戏照 这两件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很好玩 现在的丹江大学教务长 叫葛幻照 那时候是 刚好要 申于我们学校要回来 在海外世界日报 看到说 哎呦 这个系主任 怎么上街头被抬走了 还打电话回来问说 这个系可以回来吗 可是后来他回来以后 发现说 我在经营这个系的时候 我的立场跟我经营这个系 是完全不搭搭的 所以我经营这个系 就完全用学术的精神 跟立场没有关系 后来他在 我们系上 出来很多我们学校的一级主管 因为我们把系 在学术上面经营得很好 所以我是希望利用这个事件 回归事情的风骂 所以我说我大部分赞成 陈长文先生就说 我们不要把它看作一个事件 把它看作台湾这个 长期来的媒体的问题 我们来看嘛 我曾经 推动过退报运动 参与过 也推过那个党政军退出三台 为什么 媒体不公嘛 为什么不公 比如说 党政军退出三台 那时候就有媒体监督委员会 什么监督媒体 媒体是社会公器嘛 他发现说在选举的时候 对两个政党的报导 贾是三倍的时间 乙是一倍的时间 这样出来抨击之后 好我给你同样的时间 但是贾党是给他三 同样的时间是报正面的 乙党是报负面的 所以这个量跟值都要去思考 那我们回来看任何媒体都这样子 任何媒体假如你有社会公器的性格的话 在社论上可以表达你的立场 但是在表达你的立场的时候 是要就事论事 而不是把意识形态加上去 污蔑别人 第二个 在报导社会事件的时候 社会事情的时候 各种面向都要关照 如果你以色心三为主 像这样的媒体 就违背社会公器的性格 再来 社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的报导 有没有把你的立场加进来 对方的缺点报得这么大 自己的缺点报得很小 此刻可以调来调去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人民公道自在人心 再来你的言论版 言论版是最好检验的 言论版是一言堂 还是这个言论版也可以批评怎么样 批评各种不同的政党 包括你的报导都可以批评 这四个标准拿来检验一下 那我就可以回应 推动这个运动的人 假如你们这些学者呢 要推动这样的运动 是不是应该公平客观的 把所有媒体拿出来做检验 报老板 如果说报老板也要检验 也可以 不要只检验一个报老板 所有报老板的以前的言论 包括他的态度 都拿出来一起检验 这才是社会良心嘛 而不是说 一个报老板的事件 你把它无限上纲的衍生到 报社 然后就变成说 这个是 好像跟中国这个低头 那这样子做 社会会不会接受 那我一直在呼吁说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运动 我经常做很多运动 我都问自己 我们这把尺 量到每一个媒体 量到每一个人身上 是不是要一致 而不是我在量 老哥的时候 哇 他这个小缺点 我把它变这么大 在事实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就把它变那么小 对应该的 这样的运动 当然可以推动 但是这样的运动 不会引起社会的共鸣 到时候受伤的就是自己 因为你这把尺 是有选择性的 是 其实这个陈长文先生 在写的这篇文章当中 他当然也有针对 那么大家 可能有一些人 对于蔡衍明先生的一些疑虑 那么还有他之前 受访的一些言论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及 那么他的写法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华盛顿邮报 访达属实 那么我认为蔡先生 没有真正的认识六四的历史意义 以及参与者的历史情操 然而当然蔡先生认为 他的谈话被曲解 希望获得该报还原原因 而没有获得回应 因此呢 这个陈长文先生呢 他认为仍旧必须对蔡先生 究竟说了什么 持一定的保留 而所有的批评也必须在蔡先生 确有其论的前提之下 才能够成立 而他也提到 他说他希望蔡先生 能从这件事情得到学习 发言一个三思 因为毕竟他看到了蔡先生 之前他的这个道歉之举 那么他说 这个忠实的论坛 长期以来是也维持着 多元的意见与批判性的 其中也不乏许多 包括陈长文先生自己 他笔者 他这样说对大陆当局的批判 所以呢 这绝对不是所谓的一言堂 这不是中国时报的做法 我想曹欣妮可以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时报的言论 跟他的报道的处理 我在那个自立要解散 就是当时陈正宗 市议员 要接收自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组一个工会 我那时候在自立 那么我也是工会成员之一 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扬 我们还甚至于新闻自由第一次走上街头 那也是要求就是 这个资方要接收的时候 必须要签订一个所谓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编辑工作室的 等一下给签引 我们都有签引 那要求无非的是 新闻自由要充分能够发挥到 不是被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能够控制 但是签了之后又怎么样呢 后来自立也是闹得乱七八糟的 到最后甚至无极要终 那我想整个新闻自由 其实我们都参与在这个过程 从过去的这个报警 到解放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开放 开放报警之后 台湾变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 一个媒体的时空 中国时报后来 我就转到中国时报来 那么中国时报 为什么我会转到中国时报 其实那时候就心里这样 我们都心里很有谱 就是认为 其实在整个当时的报警的时候 中国时报是最 言论自由是最充分能够发挥 媒体记者要写什么 基本上报老板是不会有所谓的影响 但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里面 让人觉得中国时报 那样子的一个公文环境 是相当的让人家向往的 包括我们刘永宏刘大哥也是 那时候在中国时报 那整个环境我一工作 就工作了二十几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让你能够自由发挥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份 我们讲到说 中国时报好像有言论怎么样被控制 甚至我们讲到 这个所谓的林曹毅 这个记者公会的理事长 不好意思刚好插一个字 我是林曹新 那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提到所谓的写者来 呼吁大家要去抵制 一个媒体的那种东西 基本上我觉得那是相对的 也是一种妨碍一种 新闻自由的一个作为 我常常讲我们的写者 很多东西并没有参与 没有真正去了解 整个报社的一个运作实物 那么就用他们自己的 主观的判断是 你这样就是不对 我们必须要抵制 那长期以来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有没有达到效果 没有嘛 或许我们讲有退报之类之类 但是媒体本身 它一定有一种所谓的正视形态 意识形态是必然的 全世界皆然的 美国的媒体有没有 一样有啊 媒多这样的一个大的集团 有没有控制也是有 但是所谓的控制的深跟浅 以及它开放的程度 中国时报在整个这个 台湾的新闻的媒体里面 基本上已经是相当相当的 开放甚至于自由 那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 中国时报的精神 其实在这个 这个整个报警开放之后 它继续是延续的 虽然汪汪集团接手之后呢 我们感觉到 因为我太多的朋友 太多的同事都要在中国时报 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充分的表达 我们的意见 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因此上如果单纯有 蔡先生的这样的言论 然后你觉得不妥 然后又加一抵制 其实那是以偏盖钱的作为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中时的员工会觉得 非常的无辜 当然无奈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媒体工作者来讲 基本上是不能够用这种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压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学者应该要再慢慢 甚至于来做沟通 不是以认为现在 以他们自己的主观音师 认为这样子 然后就呼吁所谓的抵制的行动 其实这是不对 是 而牵连波及到这个中时 这个媒体本身 那其实蔡总裁之前 也已经认为 他制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他也表示了道歉 主主任 这我要回应一下 我还是认为 在言论市场里面 你任何人 对任何公共议题 都可以发表意见 你也可以去呼吁说 我要推动什么运动 我觉得 我长期来观察中国时报 我觉得中国时报的员工 应该有这种信心 我就好好把一份报纸办好 然后你们对我的批评 我倾听 该改正的我改正的 但是我信心做一份 非常优质的报纸 而不是说我担心你来批评我 那任何人批评你 你这个报纸就要花很多心思 在这边烦恼吗 不需要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是要强调 这个任何人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都支持 但是我们来看说如果媒体 我刚刚提到那些正面的性格 对不对 如果有些媒体把他公器私用 在政治在重要选举的时候 制造负面的新闻 制造假的议题 企图影响选举 这样的情况比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都还严重 对不对 那哪些媒体在做这些事情 还有哪些媒体经常乱报导被告 可以把被告的记录找出来嘛 然后乱报导的故意要影响选举的情况找出来 这些媒体你第一个应该要谴责的啊 你们有没有在谴责 你们在哪些媒体写这些文章在谴责别人 客观的拿出来就知道说 你这个立场怎么站在地上 你们的言论我完全支持 但是你们本身的标准 公老设备 回去看自己看看 你在哪里写 你在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蔡董事长该不该接受社会公平 本来就应该啊 那接受公平的情况 是不是到你们这样的尺度 你们这把尺 公老设备 完全没有标准 那来 英雄 因为媒体照道理讲 不应该怕被抵制 我站成专公校长讲的 那他们以前发起 联合报抵制联合报 联合报有倒吗 联合报也没倒啊是不是 那很多人认为 苹果三色星 什么一周刊怎么样 苹果有倒吗 一周刊有倒吗 没有嘛 但是他走他的风格 他就变成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风格就是这样 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啊 那所以 优质不优质就看你 这个老板的心态 老板假如说我这个是要引领 这个社会风气的 那当然是优质的 他会往优质方向走 那有的老板就会说 我应该市场取向的 人家就要看肉乳沟啦 我就逗弄些肉乳沟给他们看啊 这也是老板他的决定 他卖的好了 那也是他的市场接受了他嘛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媒体不要怕被人家退 你办了不好 他自然就倒了嘛 以前智力晚报 大家认为他是追求民主的 弄到时候智力晚报倒啦 那为什么倒 没有办好嘛 所以我上次骂王世坚 你一天到晚你弄了半天 你就要把媒体办起来 一个媒体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他有很多因素的 那至于说要批评老板 报老板 总统都被批评了 报老板怎么不被批评呢 甚至上帝都被批评了 有人连上帝都被批评了 当然是批评 那老板被批评的话 你当然让 报老板都不能为自己辩解 那一般人更不必讲嘛 所以报老板被批评 他要讲出他的委屈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好来观众朋友 我们休息一会进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检验 其他的媒体他们又怎么做